兩個人交集在一起 然後太太就是 就是他們兩個就很慌張 因為太太的儀式 就是可能用手 或是用某個 做家庭手工啦 對 我跟妳講 這個就是因為愛 愛 蘿麟 妳好 蘿麟 又見面了 蘿麟 蘿麟是在婦產科啊 對 我們看她工作照好不好 哎唷 妳看那小孩子好可愛 下面一個飯團頭 對啊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嗯 那是妳 這妳拿什麼 拿大便 血壓劑 血壓劑大便 小孩子大便啊 哦 血壓劑 對 妳當護理人員多久 快五年了 快五年了 那今天運氣很好耶 來露宜遇到王陽明 是耶 帥不帥 非常帥 不敢看她 啊 看她會害羞 也不敢看 一個帥的不敢看 一個醜的不敢看 醜不到 沒有中間的 妳要不要跟我們陽明握個手 好啊 好啊 謝謝 要不要抱一下 可以嗎 可以 要支持我們的電影啊 要不要看電影 一定會去 要不要看電影 不行 有 家事的不行 有家事的 聰明 有分寸 不是 妳當婦產科的護理人員 對 然後有產婦 計畫性的要把小孩偷走 不是偷走 是她要遺棄那個小孩 遺棄 她要遺棄 就是她不要小朋友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呢 拿走媽媽 因為這個狀況比較特殊 是因為她的老公在坐牢 那她本身因為她是有婚姻關係的 那老公在坐牢 她自己外面有小王 她那個小朋友是小王的小孩 對 然後所以她不想要那個小孩帶回家 因為她怕她老公出獄之後 她會有生命危險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對 所以她是就是穿著 穿著產婦衣 然後披著外套 半夜的時候想要落跑 因為她 之前我們就有注意到 覺得她很奇怪 怪怪怪 因為她一直問 一直問說 欸小姐妳們是幾點會來查房 幾點會 對 幾點會發藥 然後幾點會下班這樣 她在那邊坐月子 搞得好像逃獄 對啊 她就坐牢 她自己還坐一個人型在那邊 對 對 她看起來了 她沒有辦法走明的 她還挖牆壁 要挖洞頭 對 她一直跟你要那個湯匙的面 真的喔 然後是被警衛發現 然後有通知我們說 好像有產婦半夜要出門 一個人這樣 然後就是請我們確認一下 後來她才講實話 就是她說她不想要那個小孩 然後看我們能不能幫她處理 所以最後也是通報社會局那邊去介入 所以喔 我跟妳講 安全的細心就比較重要 嗯 要搞自己 那個小孩子多可憐 對啊 小孩子生出來爸爸不要 媽媽也不要 多可憐 是耶 那妳們還要配合產婦騙老公 妳們是 妳們是什麼 謊言婦產科 也不是啊 就是善意 也不算謊言 但是就是 不要拆穿她 他們怎麼了 因為有時候會遇到就是 生產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會先詢問 就是會確定產婦的血型 以防萬一有緊急要輸血或什麼的狀況 那也會確認一下先生的血型 對 所以我們都會知道先生跟產婦的血型 然後小孩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再另外幫小孩加驗血型 也是以防萬一需要急救或什麼的 對 那有時候驗出來就會發現 怎麼跟產婦先生的血型不一樣 就不吻合就對了 哇 然後 然後 就是很戲劇性 對 值得探討 這樣不行 這個血型這樣不行 然後這時候就是我們就會 試探性的先問那個媽媽說 她知不知道 對 會先說這個小孩是妳 現任先生的小孩嗎 那有的產婦 他一開始會很堅持說 對啊對啊 然後後來我們才會跟他講說 我們剛剛有幫寶寶彥血型 那 他就自己心裡有數了 他就說那個其實是 報告在手 男朋友的 就是他也是有婚姻關係 但其實這是男朋友的小孩 OK 然後他也不確定是 老王還是老李的 因為他外面有兩個 蛤 有兩個 因為我們有 保留老莊 對 他就是太多個 胃口太好了吧 這麼多個 因為老公好像是職業軍人吧 就是 不常在家的那種 那可能缺乏一些溫暖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 改血型 不能不能 這個會有醫療糾紡 不可以不可以 你就不提這件事了 就會跟他說 因為我們還是會做紀錄 那我們就會詢問他的意見說 那你需要把寶寶的血型寫上去嗎 那當然不要 那有的就會說不要 對啊 因為最起碼可以瞞到國中 對 然後 又到了國中以後 就真的要驗血了 那你們會不會這樣 那譬如說 真正的爸爸來了這樣 呃 妳 愛 愛 會 就是 愛 愛 就是覺得蠻心酸 因為那個先生還會在大廳跟親朋好友說 我上次的情人終於來了 我等了這麼久 大家還會跟他平平恭喜恭喜 對 然後趙三餐就是常常來看寶寶 然後很勤勞這樣子 妳講這個我擔心了 嗯 要演什麼 妳常常在玩 妳又不玩 這幾年都比賽的 我自己 知道我自己的血型 嗯 小孩知道嗎 小孩沒有問題 不要硬生啊 不要硬生啊 不要硬生 欸我問你一下 就是 這個男人有一個問題 一直 很很困擾我們 嗯 妳認為 嗯 老公到底適不適合進去陪老婆生產 哇 這個好問 陪產 有好有壞 但是一般我們會建議就是還是 在外面等候就好 因為裡面的狀況是實在是 像打仗一樣就是 有的時候其實是先生真的他很怕那個血 太太還是會堅持他一定要進去陪產 因為他覺得說你不陪產就是不愛我 嗯 對對有 你一定要看我辛苦的過程 你常常陪我走過走過這段路 才知道我有多心 嗯 就是他生給老公看的 然後 生給老公看 也不是說每一個啊 然後就有的先生就會被要求進去 然後其實進去之後 因為我們都是很 就是focus在 寶寶要出來嘛 要幫他一些處理 所以我們都不會照 會不會就是 呃 注意到先生 因為他通常是站在產婦的旁邊 嗯 然後先生在旁邊有時候看到雪淋淋的 然後娃娃一起來整隻 又是在那邊叽叽叫 像外星人一樣 嗯 然後就是他會覺得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有的先生就真的會軟腳 嗯 之前就有遇到先生就是 生完之後發現他不見了 我們以為是他已經先出去 後來發現他是 然後臉色發白 唇色發白 還要 他自己要再睡另外一張床 對 對然後我們還要参扶他出去做一下 對啊 心裡重現 你那一次進去是 Vicky要求還是 我四次都有自願 哇 四次都進去 都進去 你是怎樣 那麼愛看喔 快要當那個產工了 不是不是不是 結果也有 也有後悔啦 後悔什麼呢 不是因為那個老婆生產的過程啊 後來就常年離家 是因為老婆抓了我的手 然後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答應我 要勞力士 送我一隻勞力士 哈哈 真的要勞力士 這時候勒索會成功對不對 成功 不要 那羅妮你將來 你會希望老公在旁邊嗎 不希望 我不會讓他進來 對不對 因為你看過她 還是會尊重她的意願 對 先問她的意願 那她如果硬要進去 硬要進去 我也不會讓她進去 因為還是要經過產婦同意啊 對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站在她的 就是 後方 因為裡面的叫聲跟味道 跟那個 對 受不了 嗯 你不要以為那個羊水沒味道 有 她那等於是一個醫療的過程 非常的那個 開刀了嘛 深度的醫療過程 我們這種 我們這種是完全生疏的進去 又照不住 不曾接觸過 那你們 就是生產之後 你也有遇過 老公猴急就要這個 怎麼樣 因為可能剛生完殘 下面是有傷口 再加上假如剖腹殘 也是腹部有傷口 對 完全沒有辦法任何的 互相傷 壓力在上面 不能太劇烈活動 就是會遇到 比如說 因為我們是有房卡 就是以防萬一就是 病人在裡面暈倒 或是有什麼緊急狀況 我們會直接開門進去 那有的時候 我們剛好遇到要發藥 涼血壓的時候 我們就會敲門 然後可能過個幾秒 都沒有人回應 我們就會想說 裡面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們就會進去 進去的時候有時候就會看到 然後太太就是 就是他們兩個就很慌張 因為太太的儀式就是 可能用手 或是用某個 做家庭手工 對 就是幫 對 洩洪一下之類的 洩洪 這個就是因為愛 太愛 對 這個我們值得欽佩的 而且這個老公好 對啊 對不對 他還是等了十個月來不及了 對啊 等很久了啦 對啊 老婆也厲害 還有體力 是啊 對啊 還要多久 我們要吃藥了喔 不會不會 會中美式鎮定 中美式鎮定 中美式鎮定 會說我等一下 吃藥吃藥 那妳會離開吧 會離開 會把門慢慢的關起來 然後在門口沉濕了一段時間 然後再去做其他的事